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到爆发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投资在感情方面 那最近不管是分还是合 应该都对你的实际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跟震动 那如果是在工作层面的表现方面 可能也因为某一件事情的紧急应变 你的应变是好还是不好 它也起到了一个让你上天堂 或者是让你被卡住 两极化的影响力 但无论如何对处女座来说 某一个秘密的锅盖被掀开 或某一种压力被释放 这应该就是2020年上半 对你们一个最大的影响了 当某一些议题不再闷着 当某一些事情终于 可以大大方方的被谈论 或者是你自己 也要去好好面对的时候 那么功课就来了 那就是下半年 我们要好好努力的方向了 首先下半年最重要的星象 就是火星了 我们知道火星一待就是半年 待在哪里呢 那就是非常有危险性 跟危机感的发工了 这个火星发工不可小看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 对你来说是锅盖掀开了 很多事情你不能再躲 不能再藏 你就是得直接面对 所以火星所带来的各种状况 你也必须徒手去接应 因为再也没有谁是挡在你面前了 你必须要有很明显的态度 你也必须要有很明显的反应 而巴工就是这么一个 要见招拆招的工位 首先你一定会遇到别人 经常丢意外的题目给你 而这些意外的题目 就会带有一种 如果接不好 就会跟死亡擦肩 或者是就会事情大条 的那种危机意识 因此这个火星 一定会让处女座的朋友 有一种必须绷紧神经 时时刻刻的戒备 并且有时候会有 对方来者不善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能量 当然会让你很不舒服 因为你不可能有安心下来 或休息下来的一天 有时候要把别人都想成 带有心机或别有用意 也是一个不舒服的过程 可是它也会让你 肾上腺素激发 有时候回得漂亮 或者是把危机变成一个转机 这也是八宫的奥义 所以这个火星也是一个绝佳的转型 或者是谷底求生的一个反弹的契机 短短半年 希望处女座好好把握 另外一个重要的心象就是天王星了 它在九宫开始逆行 这个逆行我觉得不是坏事 曾经在上半年的时候 它带给你一些意外的震撼或震荡 尤其是九宫 它是跟教学体系 或者是出版 或者是海外系统有关的一个领域 所以天王星在上半年 它就在这些地方 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或者是危机 那么经过上半年的震荡 如果海外关系有了变化 而且是180度翻转的变化 抑或是你本来不想念书 忽然间起了求学的念头 这些突如其来 都把你送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去了 那么下半年 就是好好经营它的时刻 此外七八两个月 星群也来到了十一宫 星群来到十一宫 当然就是打开了你的人际关系 近月远来旧与新知 所以你的应酬或者是聚会 应该是特别多的 这也意味着 恐怕你生活是不平静的 就是有很多的应酬饭要吃 有很多事情要送往迎来 某种程度也意味着 可以去探测一下 属于你的市场在哪里 所以对于想要提升身价 或者想做生意的处女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而且七八两个月 也是你们非常高调 非常受到瞩目的一段时期 尤其是感情 比如说感情的状况会浮上水面 或者是有一个定论 而且也免不了纷纷扰扰 因为旁边的人意见很多 或者如果你是名人的话 你的感情事件就是大家谈论的焦点 接下来就是九月十月了 九月十月最重要的心象就是火星开始逆行 还记得吗 火星是不断带给你危机 并且要你紧急接招的心 它的逆行当然会让你的危机告一段落 或者是别人比较不会跟你过不去了 而星群来到了二宫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你反击的时间到了 那个时候的你呢 应该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自信跟能量 可以跟这一股危机来做对抗 所以就有扭转局势的机会 因此如果七八月有一种委屈 有一种挨打的感觉 那么九月十月就是你站起来 让对方见识你能力的时候 而且这一波应该会让别人非常的惊艳 或觉得你表现得真是太好了 对你另眼相看 因此九月十月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请你好好把握 最后呢是十一月十二月了 十一十二月也是木星土星 同时要移动的准备周期 木星土星会在十二月中移动 但是效应从十一月份就开始了 它们要移动到六宫了 也就是说带着之前所塑造的一个形象 微信或你的人格魅力的大爆发 或者是有些东西我们不再藏了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你最喜欢的工作狂环节 首先木星土星当然会带来非常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你有机会扩展你的组织 或者是建立属于工作上的SOP 然后或者是在工作上有升职的机会 亦或是得到了非常棒的同事来作为助力 使你的工作职场欣欣向荣 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很容易过劳的位置 所以当木土进来的时候呢 工作忙碌之余 可能也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健康 否则的话还蛮容易真的受伤倒下 然后就进医院哦 而且这个木星土星也意味着 你的专业能力是非常受看重的 你有一部分能力是别人心目中觉得非你不可 只有你能做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形象 意味着在你的专业领域 你可能头脚真容一直独秀 以财运上来说 我个人认为你的财运来自于几方面 当然第一个跟文化要有一点接轨哦 如果你从事的行业能够稍微加入一点文化的气息 或者是海外的元素 我想都是打开财库的契机哦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开发海外的市场还蛮重要的哟 而且不要忘记了火星一直在发工 火星在发工也是一个 努力冲破财务格局的一个时刻哦 而且火力相当的集中就在整个下半年 如果可能的话 处女座的投资运可以说是相当好的 适合短期进出 当然短期进出的一个投资哦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专注其中 不是每一个人都玩得起的哦 所以处女座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其次呢 如果你在专业上坐到了顶尖 然后或者是别人非常的看好你 他也自然会主动来跟你靠近哦 别人可能会因为看好你 愿意在你身上投注金钱 但他也相对会提出要求 希望在你身上马上看到回馈 所以如果你顶得住压力 你的财务格局也会在下半年大大的打开 至于感情方面 这就是处女座真正的课题了 所有的处女座都逃不掉 木星土星在整个下半年武功的影响力 不知是信还是不信 不管是分不管是和 这个压力锅的揭开 也许暂时你所感受到的是不愉快 不舒服或者是爆炸 但是这个爆炸至少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不用再忍耐了 不用忍耐之后 你真正的意愿就会出来 你还想要这段感情吗 感情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能够为这段感情奉献牺牲 或者是付出到什么时候 或什么程度 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绝佳的过程 如果之前我们是为爱奉献牺牲 那么现在就是好好思考 爱情对你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你的桃花是很旺的 很多人欣赏你 很多人喜欢你 只是他们未必是你想要的对象 你想要的就是那个 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 让你非常有感觉的人 这是处理做自己的选择 别人也无从智慧了